大家好 我是布兰 今天来开场 开场特别难 你们知道一场脱球演出 开场意味着啥吗 就跟斗地主是一样的 一般先出一个三 试探试探 当然要是后面演员表现不好 可能连三都要不起 今天主题叫爱一个人好难 其实这个话题听上去不光难 还难过 真的这样的 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觉得自己一个人好孤单 好难受 这时候很多文艺青年就喜欢听歌 看电影 别听 就去睡觉 听这些东西干嘛 尤其你听歌听到什么 情了 爱了 哇 一下就哭了 有的时候不光听了 情了 爱了容易哭 听个双截棍都容易哭 一听这棍都是双截的 而且有的时候不是难 就是你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吗 我发现男生从小就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 你看小的时候男生喜欢一个姑娘 他会干嘛 他会去捉弄人家 什么扯人家头发 什么往人身上泼墨水 他往人铅笔盒里面塞什么毛毛虫 姑娘一打开 哇 就吓哭了 你都已经处心积虑设计了这个环节了 那下一个步骤是不是应该上去英雄救美啊 结果他补的上去跟人家说 单小鬼 自己还挺美 觉得我真是个小鸡丁鬼 我从小就想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捉弄女孩子 对吧 我就趴桌上睡觉 安安静静做个丑男子 姑娘睡醒了 看到我觉得这小孩虽然挺懒的 但很踏实 你看其他人还有什么特别傻的行为 那时候小男孩喜欢一个女孩 他会传这个姑娘跟另外一个人的绯闻 传着传着传着传成真的了 你图啥呢 那时候还没学过什么催化剂 后来才知道 这种人就是感情中的二眼花猛 跟他没啥关系 使了一堆劲的吧 产生了一堆化学反应 最后跟他啥关系都没有 后来上中学知道了 长大了就知道 不能通过捉动的方式来吸引姑娘嘛 就开始用一些什么运动的荷尔蒙 你看吧 篮球场上在打球 但凡那边有漂亮姑娘路过 整个球场就开始有一些过激的举动 一个球就不够用了 开始就说 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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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球传给他之后 他对自己的能力 又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想要去扣篮 那能扣吗 人和球直接扣地上了 对着姑娘就磕了个响头 我们都傻了对吧 追姑娘行这么大礼貌 还跳起来磕头 而且那个时候为了吸引姑娘 都还什么 还有男生戴什么发带 学F4 F4头小长得帅 大发带好看 我同学那么大个脑袋 那发带戴得跟绷带一样 大家总想在女生面前出风头 结果出的全是阳相 姑娘想看道明寺 结果一个个赵四 在那边争取斗艳的 我当时还有一个初中 又160多斤的铁哥们 跟我说 我也运动好 怎么没有姑娘喜欢我呢 我说姑娘喜欢的是那些 跑得快的 踢球好的 不是你这种八号比赛 站在最后把绳绑腰上的 你看姑娘怎么夸你吗 昨天太帅了 八号比赛 一使劲拉倒了对面 八个小朋友 小的时候觉得傻 长大了之后该正常点吧 没有 你们看我这个长相 都有人喜欢 都有人爱 不是因为姑娘喜欢猎奇 只是因为我正常 就在这个社会 只要你正常就已经比90%的人强了 真的就你跟其他一群人 同时喜欢一个姑娘 只要你正常得体 你看其他人 全是自杀式袭击 认识每两天 就跑人家楼下 什么点堆蜡烛 弹琴 求交往 你这是在做法吗 还有什么给姑娘 发什么土味情话 知道什么酒最容易醉吗 喝你的长长久久 太恶心了吧 你这酒不忘了 最多容易吐 这啥情话 这都不是人话 而且网上还有什么教程 也特别恶心 就别学那些东西 那天我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 写了什么 不要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我就想终于看到 一篇正常的了 点击一看 不要再学这些土味情话了 快来学习一些新知识 真的是 其实都没用 没有什么教程 就做个正常人就好 刚才新姐说那个也是 什么不经过人同意 咔咔拉了一个什么横幅 新姐还回复人家 我觉得新姐就是 低估了我们男性的任性 新姐还拉一个什么 我也不爱你呀 那边再拉一个 你咋不爱我呢 新姐再发一个 点点点点 那边再发你 快告诉我呀 你不租个十来架飞机 根本解释不清楚 真的 就真的 就真的取笑大家 做个正常人嘛 姑娘是喜欢帅气 幽默 稳柔的 最重要姑娘喜欢的是正常的 做个正常人 爱一个人也没那么难 谢谢大家 我是沪兰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斯文 刚刚弹总也说 我的乙棒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对 我现在很想问他一句 来看同事讲脱口秀开心吗 跟大家说一下 前两天啊 就是我公公婆婆赖我家了 我这次发现有些感慨 就是我发现跟公公婆婆相处呢 还是跟自己爸妈不太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随意 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不随意 我觉得他俩也不是很随意 你就比如说我爸妈在我面前 天天吵架 哇 我公公婆婆婆在我面前 就特别和睦 就跟模范夫妻一样 从来不吵架 就有时候吧 你感觉他俩都快吵起来了 你看到我就给咽下去了 我婆婆 对 我婆婆经常看见我公公 你 晚上吃什么 而且为了不在我面前吵架 他俩甚至会偷偷发微信 跟对方吵架 就有时候四个人 在一块看电视嘛 你就跟他俩拿个手机 气呼呼的就打字 哇 你知道老年人用那个字体 三明眼都看得见 我就经常看我婆婆 给我公公发 明天不做饭了 然后我公公给他 回一个那个婴儿嘟嘴的表情 我婆婆回 明天离婚 然后公公回 啊 未有意干杯 然后我公公婆婆婆 平时在我面前 特别的和睦 就我婆婆每天 给我公公侦侦查倒水 一边倒还一边跟我说 看到没有 对老公就应该这样子 啊 为什么我们俩感情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理解他 爱他 给他做牛做马 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啊 为老公上刀山下火海 我是在所不辞啊 我就看到公公在旁边 东西子很尴尬 然后我公公呢 拍拍桌上的奶粉罐 说快别说了 快看这个蓝河绵羊奶粉 宝宝西桌快啊 我当时觉得我公公太机智了 懂得用广告打破尴尬 所以我经常觉得婆媳关系啊 可能是这个事件上最难处理的关系 很多人会说 你要把自己的婆婆当自己的亲妈 但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我甚至到现在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结了婚之后 就要把对方的爸妈叫爸妈呢 就我很怀念结婚之前 我可以管他们叫叔叔阿姨 我现在跟他们交流 我只能巧妙地运用一些 疑问句和感叹句 比如说我会跟我婆婆说 那个你吃了妈 然后你吃了爸 而且我觉得婆媳之间 相处的难点就在于啊 婆媳双方都会觉得自己是甲方 经常在一些小事情上较劲 比如说我婆婆经常跟我说 你知道吗 你们陕西的面粉啊 还是没有我们山东的面粉筋到 哇我就很惊讶 我想知道都有比吗 然后只能把成功叫过来 我说你说 如果陕西面粉跟山东面粉 同时掉进水里 哪个豁出来的面更筋道 而且我觉得婆媳关系啊 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要靠实地说话 你就比如上一次吐槽大会 成路上的比我多 我婆婆经常出去给别人宣讲 你知道吗 我儿子在吐槽大会上面 上了两次 一般人啊只能上一次 他说的时候 他就这样看着我 我很无奈 那我只能问他 我说那你为什么 一次吐槽大会都没有上过呢 刚好婆婆说 哎呀快吃饭快吃 看我们山东面粉多筋道 我觉得婆媳之间 根本不可能出成真正的母女 你想想你在自己家 每天睡到中午12点 啥也不干 你妈就会说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谁以后娶了 你这是倒霉了 你还会反过他 要你管 你就感觉是一种 很温馨的母女对话嘛 对吧 但如果你婆婆跟你说 你这个样子 谁娶了 你这是倒霉了 我觉得很真实 但是呢 我觉得你也可以 很调皮地问他 你可以问他 哎那到底是谁的儿子 这么倒霉呢 而且你知道 很多婆婆说的话 她都不是表面上 那个意思 比如我婆婆跟我说 你看儿子 家里这么脏 你也不打扫打扫 那就是叫你打扫卫生了 对吧 我婆婆跟我说 哎呀 要不要出去老工作 要注意身体 那就是让你生孙子了 对吧 但有一天呢 我发现我婆婆 在跟邻居夸我 她在说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我儿子 有多能干 我说 这是谁的婆婆呀 然后继续说 那还不是因为 我儿子镇得住 说好好我婆婆呀 哎呀 开玩笑 其实我跟我婆婆 关系特别好 对对真的真的 真的特别好 因为我经常给她 会买一些礼物呀 买衣服啊 她特别开心 所以我觉得婆媳相处 其实一点都不能 最重要就是要花钱 对吧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大家都是一家的人 都是小事 你说那家里面 谁赢谁输 谁是甲方 谁说的算 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在这里呢 我特别想跟我婆婆说一句真心话 我觉得闪心面粉 才是最劲道的 谢谢大家 我是四伯 我刚刚发现就是 我是我们这个组里面 唯一一个没结过婚的 然后我接下来讲的是 关于我初恋的故事 我觉得也正好让两位 已婚过的男士 重新回味一下 什么是拥有爱情的滋味 好的 就是这个事 其实得从我当时军训开始 我那时候觉得军训 特别没有用 我觉得军训就是为了 锻炼我的听力 而且教官也是这个目的 发号施令的 都能听懂是吧 加大难度 快 你就觉得我不够快吗 让你跨力呢 然后还有向左转向右转 我觉得这玩意儿 一点用都没有 向左转向右转 唯一一个用处 就是能够让你在刚上学 谁还不认识的时候 能够快速地知道 你们班分不清左右的 那个傻子是谁 但是军训你必须承认 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融入集体嘛 然后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我和我的初恋 就是在军训的时候认识的 我记得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们俩 在向左转的时候相遇了 我这辈子真的忘不练 他看见我脸 第一眼之后 就情不自禁地不斥一笑 然后我也说出 这辈子跟他说的第一句话 我说 笑容不笑 是你转反了 就这样在一起了 然后 他真的哪都好 但是他只为有一个问题 我接受不了 他特别喜欢在学校里面认哥哥 就是 翻班班长是他哥哥 学生会主席是他哥 然后田径队跑步也是他哥 我感觉走哪都是他哥 我就纳纳纳的 我说 我找了个孙二娘嘛 他有105个哥哥 但是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你会接受他的一切 包括他的哥哥们 我后来和他们哥哥们 处得都真的非常好 而且也正是因为 脱了他哥哥的关系 我才进了我们学校 最厉害的一个组织 六种气皮狼 六种气皮狼了 要把你抛了 我发现了 其实真的 你喜欢到一个人到最后 不问恋爱 多么开心 最后你还是要见家长 我当时心情特别忐忑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 真的特别的好 然后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真的 他爸爸约我出来的时候 我真正意识到了 我们两个人家庭层次 这样的那个距离 因为他爸爸 约我去陪他打高尔夫 我高尔夫真的是我 这辈子见过最讲究的运动 你知道吗 就是连穿着都有讲究 小皮鞋 西裤 抛落衫 然后戴着帽子和墨镜 手里处个杆 我球呢 而且高尔夫连动作都有讲究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 你注意啊 你脖子的仰角 觉得你球的高度 你这个动作 持续时间的长短 觉得你球的远度 出硬核心了吗 没出是吧 没出 我再看一会儿 而且人家每个人 会配有专门的球筒 球筒会说 哥 球在这儿呢 没打着 后来我在跟他们 聊天的过程中 我忽然发现 高尔夫其实不是一种运动 高尔夫是一种社交方式 就是他爸爸 和那些有钱的朋友们 就一边娱乐 一边休闲 一边谈谈钱 聊聊项目 除了高尔夫之外 没有任何一个运动 能够一边休闲 一边聊项目的了 我能跟他爸爸 一边打篮球 一边聊项目吗 哎 刘叔 最近有个项目 特别的不错 收益率百分之 八点几 你要不要 考虑一下 刘叔已经被我晃晕在地上了 这个段子 我之前在线下讲过 然后突然一个观众 站起来跟我说 你走步了 然后打完高尔夫之后 他爸爸就说 我和他女儿不合适 然后他也不告诉我 什么原因 我说为什么要输出 为什么 是因为我走步了吗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其实当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也心里明白 当时他就觉得 我们两个家庭不太合适 但他又不好意思 直接说我家庭不好 不可以在一起 然后在我的追问之下 他就为了搪塞我 他说出了一个 特别 特别奇葩 而且让我无法反驳的理由 他说 我觉得 我女儿跟你在一起 是没有福气的 因为 你没有耳垂 这一句话 直接被我干懵了你知道吗 不仅我懵了 我的耳垂都懵了 我就感觉我耳垂抖了一下 哎呀 我这么重要吗 就是 我真的曾经幻想过 比如说有的男的 可能因为 他缺少某些器官 会影响到他的婚姻 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 我这辈子缺的那个器官 居然是耳垂 而且这个理由 荒漫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说你结婚了 你出家都不要求你这样耳垂 但那个时候 我年纪很小 就我小到了 用别人用荒谬的言论 然后羞辱了之后 我还在自己身上 找原因的地步 我从他们家离开之后 我就一直在哭 我一边哭一直反问自己 我说杨门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长一段 有福气的耳垂 也是从那天开始 我就暗自发誓 我一定好好努力 努力赚钱 努力奋斗 等了我有钱之后 我就去医院封耳垂 然后到时候 我就可以大大方方地 去找他爸爸提亲 提亲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空手去 我两个手提着我风 把那儿吹 然后我还要跟他 举行最盛大的婚礼 我要让所有人 见证我们的爱情 真的 我都想好了 我们在台上 许下爱的诺言 台下坐满了亲朋好友 和他105个哥哥 其实失恋 还是真的很苦涩的 其实失恋 还是很苦涩的 我记得那天晚上 我真的 我就像丢了活一样 我都觉得 我的人生没有意义了 然后我就在街上游荡 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 我就选择了向右转 我一下子 看见了一家小门店 那个小门店的玻璃上 贴了八个大字 一下子就点醒了我 让我觉得 他爸爸口中说的 那个福气 其实根本是一种 非常廉价 和不值一提的东西 那上面贴的八个大字是 猪耳朵 八块钱一斤 谢谢大家 我其实我还没有讲完了 我真的只是想 谢谢大家 我就想谢谢大家 这是什么 不能带上你什么 这个好 这个我第一次就 这是啥 这是啥 因为我真的想过 我真的想过 就是我当时 为什么会那么早地走出去 还是因为我年轻 对不对 如果现在我都快奔三了 再因为这些事 吃吃下饭 睡不着觉 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还能怎么办 谁还能帮我 还好有跨境品牌产孙 补充身体营养 助力多为人生 这次真的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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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